好,歡迎收看今集 之前我們看過Brahms的A Major Fallin Sonata的1st Movement 今天我們看看它的2nd Movement 2nd Movement一般都是一個慢樂章 但其實我們看看那個Tempo Marking 不是真的一個慢的樂章 是寫著Andante Tranquillo Tranquillo就是寧靜 所以千萬不要拉得太慢 怎樣為之太慢呢 如果你發現你拉出來的感覺是不像走路那樣的速度 譬如如果走路的速度是 是幾慢之下你都感覺到是向前的 音樂是向前的 但如果譬如你用一個速度是 我自己覺得這個就是太慢的速度 所以大家首先要留意那個速度 因為其實那個速度 那個Pulse 就是決定了整首 或者起碼是開頭這一段的風格 一開始的時候我會用二把位 但是呢 第二個音那個F音 或者應該說我會保持響A弦的 所以第二個音 上三把位 因為如果不是 然後就會 一直抱持二把位 就會 就會有一個換弦 所以 但是記住 如果你用這個Fingering的時候 它不是真的一個換把 千萬不要 如果我們當它是一個換把 很容易就會有一個滑音 應該怎麼做呢 打開三手指 然後 然後 移動二手指 往旁邊 這個 一般 或者簡單一點 就是 短暫在三把位 然後 下去一把位 又很可能會有一個滑音 我自己就不會太過刻意避開依然的音色 因為我覺得 其實 Brahms的寫作風格 在最初 這一段 Antante Tranquillo 是可以看到的 它寫出來 是 令人想起 它的 Lullaby 一些搖嵐曲 寫得很簡單 很有唐真 不是說 旋律 或者結構 音樂的節奏很簡單 而是 它寫出來的 感覺 是好像小朋友 所以不用太過怕 我用那個把位很簡單 或者我用一把位 或者我有open string 就不要聽 或者如果你去考試的話 那個評判 就會以這個為 扣你分的 一個因素 不會有這個正常 我自己覺得 我會這樣看這首歌 不會避開依然的音色 但也不要經常有 當然 因為我們說變化 我們不要經常 給那個依然的音色 出那麼多 或者在八個音裡面 出兩次 出兩次 E string 就太多了 所以是 四手指 大家看到 或者應該說 我自己的做法 是 音色行先的 有時候 別人去看我的fingering 覺得好像很奇怪 但是 可能如果大家 用多一點時間 會有一個 更加適合的fingering 但是我覺得 是應該 用音色去出發 不要刻意 避開一些換言 因為其實換言 可以讓我們聽到不同弦的音色 譬如 剛才 第1 2 3 4 5 6 7 第7小節 或者第6小節 A弦和D弦的音色 其實這些是很特別的 如果我們 把它變成同一條弦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如果我們全部在 最後的四個音 在D弦和D弦 和D弦和D弦 和D弦和D弦和D弦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會 甚至這個音我會用空野 或者再上 然後再出G弦 D弦和D弦 我會覺得 這應該是 Supito Pianissimo 所以 大家看到 A弦和D弦的音色 我覺得 好像小孩子唱歌 他不會刻意要一種 好像受過訓練 的唱歌方法 但是 小朋友唱歌 有他們好聽的地方 就是那種不加修飾 我覺得 大家可以嘗試 在最初的 慢的這段 簡單的Tranquillo 或者嘗試用一下 Vav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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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功法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如果你不是用上落 是很難拉到那個感覺 Vav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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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我們說三拍的歌 第一拍會比較重 強弱弱 強弱弱 但是這部 是不是真的強弱弱 1 2 3 後面會調轉 那 或者會不會這個是上上 讓這個音 這個小節可以保持上落 關於指法 會不會 很少人會用這個指法 3 2 1 4 1 4 空弱 有些人覺得很奇怪 就是葉小熙 你要用這麼奇怪的指法 指法 指法真的很個人 你喜歡那種音色 就算 或者 你喜歡那種音色 所以用這種指法 其他人未必喜歡音色 他看你那種指法 就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們 說回 是用那個音色去考慮 所以 我想最後那個音是一個 open string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那麼 serious 對 大家可以 比較一下 有人喜歡這些換言 我也明白 所以是很主觀的 1 2 3 1 2 3 大家在一拍 不要什麼都不做 我們說了很多次 吸氣的重要 音樂上的吸氣的重要 在這裡就是 如果你不是趁第一拍的時候 吸氣 你那個樂弓是很不自然的 樂弓寫著 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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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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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 純粹是一個參考 我自己也會改的 我寫下去 可能隔了一個星期以前我搞錯 為什麼會這樣寫 是會有的 總之我覺得這裡要盡量保持上落 上落 2 3 1 2 3 這也是另一種Brams的特點 他很喜歡忽然間有一些很細微的節奏的轉變 是令你以為你可能會是 可能是某一些音都是這個節奏 短長短長 沒有人會想到那裡會有一個半拍的rest 所以 1 2 2 1 2 3 Brams 也是說了很多Brams的寫作特點 這就是 大家是 começo的 divided run 然後怎麼樣呢 大家千萬不要 急不及待 搏來 sự 後面的彈到了 甚至使用多一點時間 不要在那裏存放好 給你的鋼琴 都要給別人一種感覺完美的 什麼事情會發生呢 明明這首歌的音樂是還未完的 不應該是這樣停下來的 但如果你說給別人 你一旦動了的時候 你會覺得接著還有 但是如果 然後才能聽到鋼琴的第一拍 又是多了一重 我覺得是好玩的地方 前面的兩個小節 大家看看弓法會是怎樣 或者可能是 下上上 剛才我第一次拉 上下上 其實是下上上也可以 只要這個音是下弓 我覺得這個音應該是下弓 那你剛剛好 這支弓在弓尖 然後才動 蹦蹦 蹦蹦 都好吃 上上 就完成了 О 到 拜託 別動 也無 在 但保持那個速度 應該是保持起碼Metal Piano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覺得這段寫得像一首搖籃曲 絕對可以用來做搖籃曲 可以用來做搖籃曲 搖籃曲 接著怎樣 搖籃曲 搖籃曲 其實不關大小的聲音 是搖搖搖 有點像percussion 應該要有一個作用 就是告訴別人 這裡是一句特別的 搖搖搖搖搖 尤其是那個弱拍 本來第二、三拍我們說是弱拍 強弱弱 但是就是這裡 Browns告訴別人 其實是有特別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放膽一點 是搖一個好聽 是依然的F natural 有時候 你未必一下子可以決定到 這句應該在功的哪部分 下半功、中功 還是上半功 我自己有時候是決定不到的 譬如 我不知道可能你在看 你說一看就知道 是用功的哪部分 有時候未必可以這麼肯定 不肯定的話 在這份譜面上寫個記號 看看哪一處會好一點 哪一處會順手一點 我們又想做到那個大小聲 突然之間的轉變 由佔大 然後突然之間的Piano 但我們又想這個Piano 是保持那種活潑的感覺 所以你要斟著一下 是功的哪部分 功尖可以做到很容易做到小聲 但是 做不做到那種好像 跳功 少少離開條弦 然後你又能控制到他的音色 那麼 有時候你就要看看 在弓的哪部分 如果我是去學這首歌有時間的 我應該要在這些地方 慢慢去練 再看看跟著的Piccato 不覺得 goodbye ト bin 一二二三 二二 聽到它 真是按下去 哆哆哆哆哆 慢慢地 對,這裏要看看怎樣 因為這個節奏 最好是落上落上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逢見到這個節奏都是 下、下、下、下 那前面無論你怎樣做都好 記住,這裏其實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怎樣中間分工 主要知道這兩個小節是要落上落上 或者是黑,可能是這裏分,翻了它 或者是 我們可能,我不知道 如果想容易一些 視乎我們想給別人一個什麼感覺 如果我們想讓別人錯覺以為首歌園 那我們可能會 可能是在這個音樂用落高 但如果我們想跟著的Piccato容易一點 可能會 上上,但可能感覺是沒有那麼圓滿 可能上落會比較好 這個拔弦 這個拔弦 Bivance的1、2、3、4 第四小節的最後一節 這個拔弦 大家 所以大家,大家不可以 不要以逐個逐個逐個的音擠去想 你應該以整個Chord 整個和弦 那位感觉 即是左手的感覺去拔弦 可能有朋友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慢的时候就拉到 但是拨到弦 为什么一度快的时候就好像快不切 或者手指不听洗 你要明白每一个chord 就是好像弹吉他 每一个chord有自己的手形 而这个手形是会给你一个感觉 我们做的就是 再不是听音准了 因为其实都没有时间让我们慢慢去弄 你一按的时候 你已经要三同一手指在按正的位置 看一看能不能做到 如果不行的话 可能这个有点出猫 可能会缺少一个 但是 我相信鋼琴应该都会有同样的音 有一个C音 但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去认那个chord的感觉 用那个感觉去帮我们拿到那些音 就不只是听音准 不是这样的 不要不准 有朋友可能会不小心 在双音源的时候 让弦吉他走快 你一走快就会有Action 所以记住 一二三弱 你让弦吉他慢慢离开弦就可以了 这首歌的第二动作 就是我会这样去看 我肯定里面还有很多细微的东西 大家是可以 其实是有段时间讲的 但是我希望今次这段影片 可以给大家一些想法 和参考 如果大家觉得这段影片有用 可以给个like 或者你认识的朋友 在like这首歌 好了我要share出去 我是叶少卿 下一集 再和大家见面